让国宝活起来 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 本节目由 情思绕极 独家冠冥播出 历经六百年风雨 故宫博物院推选的 第一件国宝是什么 它的守护人又是谁 我们共同揭晓 六百年六个世纪 不是每个人都能恰巧 遇到故宫的百年生日 特别荣幸能在 故宫六百年之际来到这儿 欢迎您 刚刚接到国立老师的任务 说让我去寻找一件 跟他之前演的角色 有关中国 还是很期待的 去找找看 这座宫殿的生命 已在这里出现过 不对 而这座七十七 守护着紫禁城里 一批批的过 或许会在某个人身上 想起了一位帝王 在他身上留下的心灵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 point家宝守护人 这座宝藏国宝藏国宝藏铁 他 점次 外他是从中的 那 Bes связ 此лен大了 他让他和נה健康 的时候 离替制寺 下请 弥笄 山 你看 还记得吗 很久了 很久了 你是小娘娘各种人 真从前没见过你 多数人的呼唤声音你向前走 就是懵懂的眼眸 才将诗诗盼彤彤 在下就是一个江湖郎中 但愿这漫天是其失落的心脏 真其实从未学过话 只是从小便喜欢 偶尔自己心中有人 别人做得离了他 在天杯子中飘扬 一不经意的时候 你会与你的梦 不及零件 你自在提 你一路一路 在黄昏染红的天 你什么都没说 到底谁曾遇到这四海 我一辈子去的地方 见过的东西 他不及他所见的一辆车 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 一桩桩一艳鉴 几是你一人之力所能见的担当 这我的决定 以云昊主力 以功为首 一战之歌 是我 哎 怎么说到就倒啊 醒了 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 你就这么下火 我每次都想要 我说你 尘秀 来 借去我今把霜向你 伸在一首 一颗鱼的水是明家的饭在明家的 这位水里是 你也不印象到被黄昏 让我回来 放着来世的梦走向今生的终结 最后微笑着灰山摇摇 朝那人望一眼 终于开始学会眷恋这人间 按照我的技术 所有什么意思 除了我的意思 最后微笑着灰山摇摇 指望那人望一眼 终于开始学会眷恋这人间 如此 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